当零零后 当了婆婆 吉林姑娘又会要回娘家 你也是有儿子要当婆婆的人 以后你儿媳妇天天回娘家 别人怎么看呢 这儿子儿媳各回各家各长各吗 如果儿子啊 愿意跟儿媳妇一起回娘家 我还帮不得呢 那就只能辛苦亲家母了 我呀 少做两个人的饭菜 高兴还来不及呢 有什么 哇 你先生讲的倒是轻松 那你儿媳妇以后不会做饭 伺候不了你儿子 我看你怎么办了 我儿子又是缺胳膊还是少腿了 还学着伺候 不会做就点外卖嘛 想着好的 一有钱就叔叔下馆子吃 没钱 那就想想就好了 嘿 撇得干干净净的 儿媳妇是要管的嘞 我看你一会儿媳妇 如果天天不回家 晚上天天大门也去喝酒不敌 我看你着不着急了 有同道路人呀 那我得好好拔几套 带我一起去 我呀 这喝过的酒啊 比他们喝过的气数还多 那八块附近的DJ 我是不会看吗 这我得带着老花眼睛去看 我怕看不清 现在人的轻轻期都延长咯 你这什么想法 我告诉我儿子去